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肖级疗赛分组赛第二回合 今天的辩题是中医服务应纳日公益医疗体系 对赛双方为政方宣度会陈水智景中学 及法科南田姓武陆中学 现在又来介绍双方辩议 首先政方主辩原因泳同学 第一副名马卓黎同学 第二副名王凯霖 双方主辩慧荣同学 第一副名周恩真同学 第二副名为辩议阳晓 analogy 第二副名为辩议阳晓 analogy 双方试医林同学 第二副名为辩议阳晓 Moving Fear我 我们很高兴请到三位停留 ett 今場賽事領分 他們分別是現職位置中學的李靜拳老師 香港教育大學辯論隊前隊員 余維穎先生 培政中學班蘇俊鋒老師 本場比賽分主辯、公辯、一副、二副自由辯論和結辯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3.3.4 通電到處每方二分鐘 自由辯論到處每方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有一丁的提示 時間有兩丁的提示 超時15秒就會連丁數下 場賽賽規之前已經發佈於各參賽學校 請問相關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現在先請政方主辯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去介紹事宜 全席、評判、除了各位 大家好 政府在2001年的施政報告 已經提出要將中醫納入通營醫護體系 到現在已經成立了18間有非努力機構營運的中醫教員中心 政府雖然有資助 但他們都是要自負營規 結果就由外行的社會界行政人員領導外行的專業中醫 而且現正籌備的將軍澳中醫院 亦都預計是由大學等等的單位以私營醫院的方式去營運 所謂的公營醫療體系要符合良大原則 第一 要由政府用公帑去營運 不用自負營規 第二 診所和醫院應該由同一的單位去領導發展 故此我方提議政府 首先應該取消中醫院的招標 直接加入醫管局營運 再將院士18間各自衛症的中醫教員中心 統一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成為由衛生署領導的層所 而整立變態的標準就在於 將中醫服務公營法 是否能夠提升醫療水平 令到全港市民得益 我方心想答案是必定的原因有二 第一 保障市民的選擇權 眾所周知 中醫和西醫都各有優劣 中醫在治療濕疹 頭痛等病症的時候 是比西醫更有療效 例如中大中醫學院副院長林子壽就指出 中醫在治療多發病 痛症 禍悶疾病 和苦科病等等都有更加明顯的優勢 而世衛亦都已經決定 將傳統的中醫學納入2019年出版的 全球醫學綱要 然而一般市民到公立醫院或診所求診的時候 就只可以選擇看西醫 公務員看西醫就免費 但選擇中醫就要自費 就連產王葉繼歡 當年在獄中多次要求中醫治療 都被請教署以監獄規則成立提供的醫療服務 不包括中醫為理由拒絕 有些都反映了 由南水人被中毒8億的公營醫療系統 是沒有為市民提供一個好的選擇 市民明明患有中醫療後更好的病症 但在公營的醫療系統裏面 都只可以接受療效較低的西醫治療 第二 推動中醫醫教育的長遠發展 異國務員14年在公營醫院推出中西醫協作師道計劃 他報告病人提供中風、癌症舒緩 特等中西協作的治療 但鎮大中醫學院講師李宇明博士表示 中醫和西醫兩者的思想是截然相反 沒有辦法在理論上融為一體 中西醫的俗語根本不同 背後的醫理又是兩套不同的哲學系統 所以中醫是需要獨立進行研究 中醫學院講師李宇明博士又指出 現有的中醫教員中心要自負言規 意思是要考數門中層所的需要 再加上由外行去領導外行 意思根本沒有時間進行帶教、研究等等任務 如此 唯有將18間中醫教員中心 直接交由衛生署營運成中醫門診 以及設立一間公營的中醫院 令中醫單位不用再自負盈規 才可以令醫師有空間進行教育 同時培訓新一代的人才 推動中醫發展的研究工作 長遠提升香港的醫療水平 還有想問有一方同學 你們認為市民應不應該有選擇 中醫和西醫的權利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56秒 5個時無需求分 現在邀請這個彭方主編發言 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多計時指示 請注意 請問評判一方同學 正在各位大家好 剛才一方同學問我們 要不應該提供選擇權 我當然認為的確要提供選擇權 但當市民在救護車急診的時候 才問他們要怎樣 是否中醫和新疾病出來 拘人進去 如果有死人有中醫 那這些要怎樣解釋 他們也可能沒有提到過的 其實公認醫療體系就是想確保市民 不會因為經濟困難和無法獲得適當的醫療服務 一致納入公認醫療體系 即是用政府介護這些保護貼層的金牌藥費 中醫師都成為公立醫生的同性股 和市民負責 一不緊張納入 就是實惠局部長陳曉智教授 在三月的南華會會議實面提供了幾個授旨 第一 包括社會對中醫服務的需求 第二 長遠行為發展 中醫師和中醫服務相關的專業部份等 有方反對議題 要將中醫服務納入公認醫療體系 將會准成以下的問題 第一 副投入標準不一 政府難以掌握 公認醫療體系需要在龐低的壓力之下 指向市民提供專業服務 一致必須減隔板關醫療特殊和技術的專業 何實 本港的中醫上來一直備受質疑 而問題正結就是 正在於我們連滑衣的行動標準都找不到 中醫診證的依靠醫師望粉 把揭和把脈等 臺灣中醫師和同德醫學會理事長 亂來表示 把脈的主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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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無聊 甚至會避受情緒或幾個因素的影響 和一位醫生為同一個患者 把脈的持久診治甚至完全一樣 甚至中醫分穿多個胡派 例如火神派、韓輪派、冠武派等 用藥的主張一點都不同 同一樣的病成會有多種不同的科法醫治 註冊中醫師陳文堂都承認 何來都不會有或一的標準 令到大部分一學歷、培訓、進修、平衡、資格 導致這份太過空泛、基本的實效 會不會反映中醫師的臨床或小平 當今天要納入公認條體制的時候 如何制定清晰的指引 兩發不同的治療科法和風影像成效呢? 第二 中西醫思維難免遺合 損害市民利益 純中醫不可行 那中西醫協助又行不行呢? 中西醫治療疾病的理論不止療討 對疾病的定義和治療討論 存在分歧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這方面的報告 都指出其實中西醫一定是一起做的 但是中醫的廣告一體治療 例如肯打肺炎疾病問題 但是西醫針對的問題 就會針對疾病 將示範跟著秘密的心臟科等 而中醫對於分歸分科 和疾病的分歸分科 更容量臨床病的設計 治療方法 中醫西醫需要深入了解對方的治療疾病 才可以在臨床上的合作 但是可惜 參與中西醫協助先導規劃的 在不同階段上的轉嫁和跟進 一個病人在一個階段 要用中醫還是西醫治療 自然方向哪個有決定 是否由西醫決定 是否轉嫁是否轉嫁 是否去看中醫 還是由中醫轉嫁決定去看西醫 出了問題是誰負責 中大中醫學院 中西醫協助不適的研究 還沒有初步 根本就沒有足夠的臨床 才能夠證明成效 相關的哲學思想 這麼相反 如何可以無言不逃 如何確保中醫會 普通於健康發展 而提普至中大中醫學院 專業顧問 江源光教授這麼說 在中西醫結合的名義之下 中醫學的反而入聖篇位 以為我們的中醫學 還有中醫生用 中醫發展不律不累 受疾病症而緊要的事物 無所釋訟 政府有可不可以緊負責任 最後想問下科同學 若是私間的問題 亂有創作 心有創作研究 那你現在不看公認 劉體系那裏 中醫學多知不知不知 公認公私人合作 有甚麼製作 意思是一件合入 公認劉體系那製作 主題 大部分時間為4分09秒 補個時不需扣分 接著是公面環節 公面一方可以自由挑選 對方一位便宜回答問題 並假定他方法行追問 回答方不得反問 也不得假挑 公面一方發現 若有違規公面一方 可即時指出 評判即外可直接扣分 回遲一分 若公面一方如常發現 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 問相關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正方請自由派出一位便宜 正方公面開始 有兩分鐘的時間 首先我們有方便宜 有方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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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中醫的效應 我們認為應該會引入 會更多資源 給私營的中醫 發展給你的出生 好 我們鎖定了一方的立場 好 接著我想問問一方同學 我想問現在的公營資料 是否已經提款了 基本的服務給市民 是 好 那有方學 我想問問 如果現在已經達到基本 為什麼我們今天看到 中 我們看到一些人 是懷了濕疹和天頭痛的時候 我們怕西醫只可以自標 但是中醫受到自股的時候 那是否已經提供了基本的服務呢 但是我們看到男女做 都不一定會做到這一些成效 他們剛才看西醫 都只會去看西醫 會突然間出去看中醫 怎樣突然間不會去看中醫呢 有方便我們今天看到 就以濕疹為例 濕疹我們西醫只可以查內褲術 但我們中醫 可以完全根治這個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那些人不會去看中醫呢 其實中醫有很多名的後派 都是完全沒有辦法的 好了 有方便宜 很明顯聽清楚方案 我方的方案就是成立一個中醫委員會 他們定立一個同一的標準 給各界的門派跟進的時候 那已經換了一種標準的時候 有方便宜 所以我行程 有這麼多門派 其實沒有可能會同一的 為什麼呢 有方便宜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套餐 醫師又會收拾 應該這麼夠 但是有不同的 我方便宜 今天已經說難做 我不做了 但這方便宜 原來這樣消極的時候 我們可以將 為什麼呢 我們在成立一個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不將它 一個新的方案 然後繼續做下去呢 那既然我們要重新開 自己的新的東西 那為什麼我們不重新 更多的資料看 對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現在現行的 有方便宜 所以我們已經成現了今天的議題 已經做了一些本 但是今天呢 我們要有方便宜 首先 方便環節中 有方便宜 有議問題認識 進行回應 請評判 盤調是否需要扣分 現在輪到反方方便 請反方請問 自由派出一位便宜 你可以自由選擇正方位便宜 轉手質詢 正方一副 反方方便環節開始 你有兩分鐘的時間 現在香港的中醫成不成熟 我相信我們現在中醫 是有自己自身的地方 成熟 但最初中醫師陳酷文 我都說過 這些中醫師的學習和資格 都是屠於這個方法 而且都沒有臨床經驗 為什麼會不成熟 首先是有臨床經驗的 而且我們相信 可能現在是有利便宜 所以都是不成熟 但在不成熟的情況下 中醫就一定要依靠西醫 一起去做一個服務 那中醫師是否一定要無學 不是 我和我分 從來都這樣 中醫師是不需要入學 而且今天 我方便 現在中醫就是 我這個行李 自己獨立做一個部門 因為他根本 都不發展不成熟的時候 是否需要無學 發展不成熟 發展不成熟 是否支援不足 都被醫管獨得益 我不是需要付學 你回答我 不需要付學 你回答了你 但問題是 在於現在發展未成熟 所以需要無學 我想問有關 中醫醫療的分期 是否很大 有分學給我回答 為什麼不成熟 因為智炎不足夠 亦都因為… 因為這部門 你不回答我 中醫醫療分期 是否很大 對 我相信分期醫療是大 所以我們不會做這個 中西服務 有方便知道 分期醫療不大 在於我們健康 他就是不容許中醫去讀 他做一個服務 在一個服務 或是服務的時候 所以是中西熱核必這樣做 有方整成年 中醫是否有一個下官的標準 我們覺得的是 我們現在要納入公益 有方整成年 沒有下官的標準 有方同學給我答 先納入公益 是納入公益 是成為一個… 有方整個人 就是納入公益 是否有下官的標準 成立一個中醫藥的決定 一個發展的委員會 是監督這些問題 我不斷在問有方 到底是否沒有同一標準 有方同一標準 為甚麼 因為他都知道 沒有同一標準 沒有同一標準的時候 醫生就要靠他們自己 主攻去判斷病人的診症 根本就是網絡了市民的利益 再問有方中醫的成效 大人大 我們看到已經是無標準 所以我們會解決 有方同一標準 大有方同一標準 大有方同一標準 有方同一標準 有方同一標準 大有方同一標準 為甚麼 現在公益環境結束 輪到正方第一座面 有三分鐘的示範時間 準備我可以不向計算示意 主持人平方 祝福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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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變成 最後兩個原因 再說 我們準則不交入地質 中心協助不高 今天有方同一標準 問我成效 我方是相信 我方主便都說過 中大教授都跟我們說 現在中醫發展 對一些病發病 股科病等 有教育的影響 所以我們相信 中醫是他的成效 有方主便 有方同一標準 有方同一標準 當中醫很緊急的時候 究竟中醫還是西醫 我明白中西醫 他們確有不同的優點 因此西醫一些 在急症方面 我們可能會交給西醫去處理 但今天我們看到 病人仍然有他的選擇 可能是他們選擇 去願用中醫 還是西醫 所以今天不存在 有方同一標準 有問題 其實我們要解決 我們今天兩方的標準 下面問三個問題 第一 就是有方同一標準 有方同一標準 有方同一標準 跟我們說他們是相信中醫 即他們都相信 喜歡他的特色 和高校 但問題就是 我們看到淡稅員 現在又付稅 他們為公然醫療 和這個系統有付出 但問題就是 今天有方同一標準 有方同一標準 選擇權 特別是一些基層 他們有時候 他們偶然有需要 去看中醫 或者他們想去看中醫 但問題就是 他們根本就負擔 一些昂貴的私營中醫藥費 變成他們只能夠 給他選擇西醫 我講一個我自己的例子 我自始有這個濕疹 我便看開西醫 但問題就是 我吃西醫 我只塗抗生素 便會吃到一個人 會有些身體發黑的問題出現 而且在醫院的病 即是不可以令到 情況舒緩 所以我便去看中醫 中醫是用藥物 但用四百元一次才能看到 今天每個星期 可能要回覆一次診 即每個月要回覆五次診 我的家庭可能 都尚算負擔到 但有些基層 可能真的尚算負擔到 有方同學便知道 剛才這樣摸上了他們的選擇權 他就雖然不想 亦都被迫要去選擇公認醫藥體系 因為他們未來無足的負擔到他們的金錢 有方同學是否很差勁 跟他們說 有得濕疹的病 或者基神力 或者繼續心體發黑 繼續醫療得不到這些資料 是否令他們繼續有選擇權 第二 有方同學怕甚麼 今天有方同學怕 每個月經常都會跟中西醫合作 但我方先重新 我方從來都沒有跟中西醫合作 我都明白 在十幾年做中西醫的先導計劃 是沒有甚麼大的成果 因此我相信 中醫是平衡的世界 他們會有各自發展的機會 而根本全面有不同的問題 第二 當然你又怕沒有這個標準 但沒有這個標準 就是由政府去成立一個 有實質權力的委員會 去鑑定這些標準 讓中醫則可以認救 可以遵復的意見 讓你成立一個中醫的準則 令你更加安全 更加長年發展 第三 今天有方同學有甚麼辦法 今天有方同學要加大資源 其實加大資源 我們南部公認協會 但今天有方同學要加大資源 交給哪些東西 是否真的交給私營中心 是否要幫他們賺錢 以及今天有方同學 加大資源 能否做到我方所說的 增加醫教研 有方同學這些都做不到 因此我方就堅定 要選擇南入公認這條體系 多謝各位 正方第一副面 發言時間為3分08秒 我覺時不需扣分 接著有請反方第一副面 你有3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前方計算 1、2、4、1、3 主席官出了各位 大家好 一開始就跟何方說 有兩大原則 其中一個是斷一丹米 但他連怎樣斷一 另一方完全不認證 但是大家說立略了就要同一了 我們是否要跟西基本來不熟 但是有方又要方方跌回中和西 那他又怎樣做呢 有方通通無論這個案是否一開始就在自相矛盾 然後有方同一方 就是要改良現在的18家 要同一他們 全部由政府負責和取消指標 但我們看到就是正正因為他們現在喜歡的技術 而未完全成熟 所以我們才要三方合作去做這18家 我們三方的時候 我們大學是負責教 但是如果我們全部立略公營的時候 就定義只有政府可以做到教這件事 但是我們不是應該言同 教這些公營意外做 我們公營的定位是什麼呢 就是要提供市民最迫切的需求 我們立一個未完善的政策進去的時候 是否要市民承受這些全面影響呢 根本有方就是當市民那隻白老鼠 把一個未完善的地方就立進去 有方又是否一個責任的政府呢 有方說到現在沒有錢在追擊的人 多慘多慘 有方的問題也是錢的 我們不夠錢 政府也知道 為何我們一定要立略公營呢 有方我們沒有認證過 為何立略公營一定會做到那些成效呢 有方主任都說過有很多問題 例如他們中西溝通也不夠 為何我們一定要抗中西 我們一開始都說了 因為有方要同一標準 所以有方都承認了中西劍有問題 所以才要做純中醫 但立略公營意味著 要採取西方的管理模式 而且中醫司理業明確實都壞了 但差不多有三千多間中醫院 但都沒有一間純中醫院 連中醫在內地中醫的始終都做不到純中醫的時候 你反而覺得香港是怎樣做到呢 公營每一筆錢都要用得其所 所以要注重效率高 中醫慢慢來的特質又不符合成本效育 哪有方同學一直都很擔心言和教育方面 但市民的需求真正是什麽呢 他們是想要一個成熟和安全的中醫服務 可以幫到他們 但當我們看到他們立略公營之後 中醫的成效就體現不到的時候 這些是否真的他們的需求呢 可能會令他們更加中國 因為他們沒有一個同一的標準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何時要去中醫 何時要去西醫 所以就對這個管理模式系統 造成一定的亂亂 然後說到樓康宏理教授 須志堅都說 如果用這個管理模式 必然會減低中醫院的特色 造成西醫思維管理中醫院的活動 這個又是否中醫業界所願呢 相反的 如果我們將支援和我們 在中醫的便宜家 變成更成熟的 有質素的中醫 資訊是對市民 才可以針對到市民的需求 然後又在方圖南堂就說到 中醫有很多獨特性 很深衣做不到 但樓康宏理教授 但樓康宏理教授 同時也有很多東西 是中醫做不到 得深衣做到的呢 我們看到我們認知 他們的基本需求的時候 中醫的硬約 樓康宏理教授 中醫之後的成效很張營 為何我們今天還要用這條譜呢 請教授 反方第一負面 時間為3分10的 無過時無需求婚 現場有請正方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適合的事件事 主席評分長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主編 一開始談論 食物局的新道局長 在立法會就說過 要成立一個醫療系統 首先要符合 社會需求 長期發展和培訓 這3個方面 今天幫我 今天就和你談談 中醫如何符合 這3個方面 第一 在社會需求方面 那為何會覺得 中醫是沒有需求的呢 我們看到他不受原因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不是公營 市民沒得選 在私人市場 B市民 都看得起的時候 我們今天看到 2013年民建聯的熱研究指出 52.7個包丁的就訪者 過去一年都有尋求過中醫服務 2015年中大壓 太兒求索指四成本 對中醫和西醫的信心一樣大 但都只是因為中醫貴一點 所以我先去選西醫去看 我須說 這個基層其實不高 上載中醫的時候 對他來說 是要給一個很大負擔的醫藥費 那是否真的剝削了他人 中西醫的權利呢 有方法我們今天再看到 近七成的受訪者 都認同中醫的治療是有效的 有方法我們今天跟我們說 西醫有些病是醫治的 但是中醫醫不到 那沒問題的 我們看到 我們將中醫把醫療系統裡面的時候 我們西醫醫不到的病 可以交給中醫做 中醫醫不到的病 都可以交給西醫做 但我們不是將同一個病 去做一個中西合璧 所以我們就看到 好像我方前面都說過 我們中醫在一些痛症 苦科病 或者過敏症病的時候 都可以用一些中醫去治療 但是如果急症的時候 不是交給西醫做的時候 有方法我想問 這個存在了什麼問題呢 有方法我們今天看到 中醫師福音書都跟我們說過 其實香港是有自己獨有的優勢 去發展中醫 因為他自己正在行中醫的政策 才能選擇用中醫 還是西醫醫病有什麼問題呢 有方法今天有 我們說要長遠發展和培訓 方法就是我們中醫的醫教育 方法今天很針對我們說 有沒有一個校官的標準 方法沒有聽到我們的方案 我們就是要成立一個中醫院委員會 為了這個七大目牌 他們說的所有的醫藥方案 都要做安全和準確 這樣便符合到他的長遠發展 就算我們納入了中醫去公認醫療體系 其實都可以令政府活動更加多資源 即是現在醫管局 其實他有這個資助 其實就放15億 但是我們中醫就得5億了 但有方法我們得5億 又叫我們做醫教育的時候 有方法我們怎樣做 有方法我們要做一個長遠的發展 就是要多些資源去做醫教育 有方法我們是否認同了 我們要放這個公認系統 有方法我們今天跟我們說 中西協助 有方法我們都認同 中西醫的理念根本就不同 好像剛剛所說 中醫醫不到的萬人 跟西醫做這樣交換做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呢 為何方法我們今天要用西醫的角度 去看我們的中醫標準 而我們世衛和國際其康的Nature 都已經認同在效應的時候 有方法我們有同意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正方第六部門的發言 發言時間為3分08秒 沒有個時報出扣分 接著有請凡方第六部門 還有3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合計算示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有方仍然很自相謀論 前場不經常在說 到底中醫的成效有多大 但我一直都不明白 為何有方說到中醫成效這麼大 只要取消尖標 和周關原本有18間的診所呢 因為其實顯然有方都知道 因為中醫根本不是有方想象中那麼好 而且有方根本就是和現況 沒有分別 都沒有改善過什麼 所以一直都不看過中醫的發展 所以第二部就是用兩條問題 分析一下有方的立場 第一條 到底怎樣才會再難入 今天有方就說要用純中醫 我跟一部問有方 如何才能夠確保 做到純中醫的醫院 或者是在一些診所 而他不去做 之前不去 部門外的校長 但其實今天有方 都沒有回應 因為他都知道 香港根本就是不可能 可以實行到純中醫 就算我看他一萬步來講 當中醫真的可以發入的時候 竟然會有大大小小的問題 就好像現在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 他們不斷 他們見不見這個方法力 不單開口次數很少 而且開口的所有文件 都不能查閱 亦都會有任何會議的歷程 紀錄或者報告 到底這個這麼協助公信性 可不可以怎樣 管治現有的中醫 所以有方現在就說 要投放多些資源給私營 他喜歡這個中醫教育營的發展 同樣可以做有方開口的成果的時候 有方是論證到 為什麼他們一定要加入私營的公營體系 公營體系 才可以做到這個成果 所以我今天才可以對正太陽業 而保持有方的不約事 第二個問題 到底為什麼要落入 然後有方一直就說 要提高這個醫療水平 但是有方都從來沒有論證 是否多一個選擇 就能提高了醫療水平呢 我看到現在中醫有很多事情都不一樣 包括公營所說的 他們的床位 資格 都是留於表面的時候 管理又管理不到 他們經驗有不足的時候 那些病人怎麼放棄 他不在中醫診所看呢 其實我方今天的方案 就是要加一個醫療券 和一個加多五支援給他 可以做到有方的成果 我方聽不聽到呢 今天有方便可以整理 有很多需要的成果 我方的附養物 到底有多少需要的成果 其實有方都是難忘了 如果我自己有方邏輯的話 其實現在有方見到 整個環風氣也是叫吹流行 雖然有不斷增加 那政府是不是都是有窄的 Mugetic 這個整容不夠納入 這個公營醫療體系 顯然不是 而我方見到 有十個註冊的中醫師和計員人員 都說 這些很知名的中醫師 大多數都是連絡體商 亦都不會肯去公營醫療體系 有方會怎麼解釋呢 其實我方根本不是一群手 夠固步之風 而是太麻煩 不是納入 是因為做為政府 我們的視野 是應該要過闊一點 納入所顧慮的 不僅是市民的室學 還要差一點的影響 和整個中醫院的發展 以為好像我方這樣 每天都只看一面 打著多個選擇的 多個選擇的 不然三十二十一都說 我方的方法 才可以給到一個真正的選擇 令純中醫變得輕盛的 法家真名的萬多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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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會宣布另一方勝利時間 該方可以自由派出一位 或多位變員發現 而每位變員都必須在古蘭節發現 如本環節結束 當時在場人士發現 有變員從比發言 該變員所屬 一方將會被補判 扣除不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自由辯論 還是現在開始 請政方拆出一位變員 首先發現 我認為加支醫療給市民 是否等於把他納入公營 有同樣的效果 有同樣的效果 不如我們說 怎樣有同樣的效果 怎樣是一個反方 可以發展得很舒服 他們的手工肉更加好 那我訪問你們 現在充電比較成熟的時候 那出去吃哪個什麼票 有幫助你今天提到醫療訓 有幫助我想問 如果你派這個醫療訓 怎樣可以幫助醫教育 看看有幫助你 是否覺得難確定民族 有什麼事 在哪個負責呢 請問有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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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有一個 有實質決定的委員會 就是委員會 請問有這場實質 由誰負責任的人 都會在今天有幫助我 但是都會由這個委員會 去處理中醫的事務 我剛剛明白的 其實很多這件事 也有一個叫做中醫 中藥發展委員會 但為何會不會是客 如果又可以去新增 新增的話 會不會加創一些 新增的話 會不會是怎樣 只能夠大聲 就是因為現在中醫中藥的委員會 是由外行人領導整個委員會 就是由西醫去成為委員會的成員 怎樣令中醫發展得更好 我剛剛看到 其實那個委員會 是有可能 譬如政府 由特首點人去做這個委員會 裡面都會有一些問題 理解到中醫的事務 或者是在做中醫的 你怎麼可以這麼說呢 問題是今天那些政府 所提供一些人 是一個衛生署的副處長 有可能 當時今天沒有這些實質的權力 的時候 怎樣真的帶到中醫藥的發展呢 相信我們今天就成為一個有實質權力的 中醫發展委員會 真的去領導 我想跟我們分享給同學 今天可能覺得中醫有什麼成效 剛剛就是由西醫主導 所以想到導師的問題 我們看看中醫內部的問題 他們都有七大派 怎樣統一他們七大派 是不同的意見呢 我們不是說要成為一個委員會 我方來再次不聽我方方案 不要緊 我方來又再次不給我方案 有方來都知道自己的中醫 其實也不可能 不過我醫教完肯就指 其實劇情 發給私營的時候 其實私營的中醫們會乘機加上 原來你自己的中醫其實都應該是沒有用的 我想問問方法 你同不同意中醫需要發展醫教員 我方同意 所以我想要多些資源 可以參加有這些醫療院 經常大家也很奇怪 她覺得隔床的部份 有兩個位置還要在 不能緊要 但這是否一個可行的方案 其實我方方寄了現在想要正宿 甚至是秘用在中國河西的治醫院 正故意如此不懂 所以是通室合作 那尤方,如何论证给中医医院问问 尤方,我们今天推出医疗 他到底是保障市民还是保障政府的痕迹 还是保障私人的痕迹 你到底有没有为中医的业界和南东强的发展 尤方,没有讲话 今天提讨论中医并没有纳约公营医疗 有没有下吗? 不是我们医疗医院有没有下吗? 但我们看到第一步 中医并没有立立了他的成果去认识时 你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本身的机制都没有成熟 你将未成熟的机制给市民享受 是否负责任的政府呢? 尤方,我们今天已经承认了自己的反方案 其实都不及这个有客 好了,不要紧 我们今天就看到中医 尤方,尤方也承认了中医是需要发展医教研的 尤方,尤方,尤方,今天的中医券 其实也只是帮市民不是帮这些医教研 尤方,尤方,我们今天看到这5亿的资助 我们今天要用到中医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到这5个有615亿的时候 我们有方议问,我们今天中医的资助 我们今天要用到中医的资助研究 我们如何发展医教研究 首先请我方论证一下,为什么要资助研究研究 之后方又说可以提出医疗水平 但如何论证呢? 其实是否作用这样的资助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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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ition 本来 jest statut 我们的钱 also as a 加一間中醫院,再加上其他開支 當時我想問五億哪夠用呢? 所以現在我們要加多些資源給他們 也不是立立公民 所以有方說的是資源的問題 但不要緊,因為我方的口方也說 加支援不是夠了,為何還要立立這一個公務成果 我想問今天Follow加支援加對哪一個 是否要由18加一稱所有各自遺症 然後由不同的慈善機構去管理呢? 首先今回現在來做中醫服務的大學 去弄敲理與同學教學,為何不可以呢? 今天有幫助他們繼續在各自為政 他們又繼續有磁線管理 磁線的機構管理 所以他們根本不可以一起去研究 所以今天我剛才說的是 他們在同一個管理之後 是真的可以集中資源和一起去溝通 有更多的臨床經驗 就是今天有或想要的東西 當然全部都有 其實我也不明白 為何三方步驟的時候 就不可以有一個好的成效 所以有幫助是很正常 最後還是要開始了 是否多一個選擇 等於可以提到醫療屬體 有多個選擇 我們今天已經說了 那時候濕透了頭痛這些 全部都可以集中 應該是陰智 但是失衣不可以 為何就是提供它的醫療水平 有幫助在今天的堂來講 各自為政其實是有成效的 有幫助有成效 但是成效有細 但是今天看到 因為各自為政就各有各做 研究期 我們看到 這條醫療水平 只是納入依公營 才可以做到 我們跟火方都說了很多事 我只是想要錢 要錢政府就加 加別私營也好 加別帶他也好 只要他可以提升到 在醫療和監 就可以做到 但我們看到 公營的建議是甚麼 就是他要跟著公營的定位 公營的模式去行 但我們看到中醫並不切合 在醫療水平時 為何我們要這樣做呢 有幫助你計算他有三個 你還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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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今天有幫助 一直在轉移事事 一直都說 很方便 毫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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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今天的論證是 中醫部務納入公營之後 對市民有何用 我們基於他講章的 我們可以減輕市民的負擔 這就是有幫想要的東西 我們可以給你 你能否認證到 中醫部務加入公營之後 區域程序是甚麼 就是未完線 未成所就是一邊研究一邊做 我們最受市民的負擇 就是線納有開 因為一直都是 兩邊成線的 反風發熱時計議 亦以用毫用毫用毫用結束 現在結緣環節 雙方結緣有一分鐘準備 今天都有虛自軟用 我們會不及 一定要嘴で 無限狀髭 我們about讀 我們在這裡 這個 pastel的 這個 並不是 正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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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用药物注射这些快速气候的治疗方式 当中医还未做到调节时 就要将中医用过现时的科学 强行将中西方技术结合的时候 又如何确保不会受到主流的影响 令中医从黑西最终会出现中施之名 以为中医自身的中医件 相信大家都对表优优优独特心 在一半年因为成功在中医副作中 发现了清口素 成为首位获得罗伯仪失寒 和刮医学者的华人 当时他用清口素是传统中医药给世界用的礼物 因此有很多中医支持者都认为成功研究在中医的功劳 印证中医的成功 但言论一出就立刻引起了很多剂的测试不满 认为清口素是利用了西医药物的学地处理 制作与化学体练 中医和关系西医的功劳 可以见到中医的过程根本没有办法 绝对避免受苦衷 但有关是否有得上洪派某一个唯一的标准 在公营市场上会用一些配方给市民 就叫做成长提入呢? 现在连中医都不知道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 是做些什么的时候 政府在未知的情况 没有再取态 妻子都拿起来 是否只是恶分这个问题 又向中医就向不走呢? 有方在场上说些什么呢? 就说要被选择的市民 但原来提供一些未被选择的选择 就叫做汇聚了服务 有方从来对这些都以为相手不做 我们知道看中医很贵 也都明白有方想帮那些秩座市民 但有方自己都无论证 为何解决问题 就一定要留下风云 成效要怎样呢? 他们就会说 有委员会产 今天讲的不同的门牌 是有针灸、罰冠、滑衫 有方又怎样 统一他自己的关系都说 好 我在中医有方 大家可能会想起神仕或何 你时中医神医 但世界上又会有多少个呢? 在香港由中医发展起务资金 虽然在政府的推动下 已慢慢开始进步 但依然都未能够来普遍市民 提供上任的一票 当流感次约 就算有无论中医指导 想参与一齐抗疫 亦提出过更多延场开床的时间 但病人都领域排队的日急症 都没有选择中医 那么多年来中医都比不上西医 最终的原因是什么呢? 限制高流 重复起 每个手术的医联系统 都好像砌车目一样 用时间资源一层一层一样堆砌 才可以认识 不得到 今日我们见到西医的技术 上之税会禁先 仗币由乃近方联合专业 专业的流场测试 及工具数据 准立了一份的标准去支援 反观现在的中医 地基都没打稳 而我方便就要先做了 连评客有没有好一阵标准的时候 我方有警证给我们看中医做了什么成效 说服到政府负资源给他们发展呢? 我方也不是想压杀中医的发展 是我们心知道 只要一旦中医传工的数据科技 经验症、蜜药公营系统体系之后 难免会监管不了 只要有什么行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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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叉 我方也不否认西医同样未做到发展的预先 不证实轮航时间长 腰元手短缺的确要跟进、要改善 但我方不明白 为何我方非要觉得中医留在公营 才解决到他们所说的问题 在他们的逻辑之下 原来用一个未完善的中医去填补 才可以做到他们所说的效果 希望我方可以正视问题 证证下样增测人手已应付 不用求和时报名 宝宝夜变大量之下 为4分06秒 无过时不需要扣分 最后有请正方言便总结 你有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先一下 目提示的事业 主席评观最后各位 大家好 其实很高兴和游方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香港医疗价虽然变得更好 但雲峰全場無來雙方 最大的針口點有三個 第一需要吃 我方是自己主編說要看社會需求 但你今天給的方案是醫療群務 但你是否不是醫療群導致自己的輔助 就是私營那些會吃的價格 其實醫療是沒有用的 你怎樣去幫助市民去得到更好的醫療服務 今天有雲峰 你說什麼 只要發展好隔離 就可以有更好的中醫服務 但我方今天看到無論中介研究 都達出一個真相 就是市民很想去看中醫 就是他們不能簡體中醫 因為公營體系真的得細 我們在方便程度還是成金收費 都是來市民卻步的 我們今天有分和我們說什麼 加資源下去 不如由政府推出計劃投入更大的資源 而且又成立一個小組看著那些資源 我方人的方案又有什麼分別呢 資源一樣要買這麼多 政府也要在外面討籌 第二可能性 有分和我們說 香港行不到上 不喜歡 中心又很難去談 就是最後一個方案 香港分別都是在行純中醫的計劃 為什麼行不到呢 今天所說的中醫中藥委員會 他們談不到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由外行人 去領導這個委員會 跟著香港前市中醫 前線中醫聯盟副理書長羅爾玲表示 現在中醫的教育中心工作 定位不清 不能跟私事處法規模為功能 但他們談不到的時候 為什麼它令中醫業界發展得更好呢 而我方今日的方案就是 由政府管理現有的18家原有教育中心 加上中醫院和延時西醫服務 並無衝突 中西醫是一個平衡的世界 他們互補不足 中醫醫不要按一個指引去轉嫁給西醫 反之而言 但是再者 由我們中醫醫教育發展更好的時候 醫術好了成全好了 而在一些痛症的病毒上 減輕西醫現時的醫院負擔的時候 是一個良性的循環 對香港整體的醫療界專業 未來的長短發展都是有利無幣的第三副作用 今天有個朋友跟我們說 沒有一個標準 竟然在主變的時候 將中醫說得不冷不累 但中醫本身是一個專業 一門的專業 亦都受世衛的認可 西醫都有不同的療法 或者是怎樣 但他們好在有政府監管 又處理一些事故的致隱 例如現時的中醫毛 你說現在什麼有大學去研究 但現實就是 這些教育是沒有資源去投入 他們最多是要不斷在這裏 醫一些簡單的控制 但基本上會有長繞的 有些研究都是有三方 即是長繞的研究 所以我方今日成立一個委員會 除了平衡中醫的七個五派 相同中醫發展方向之外 更加是定立了你的治療 療法 轉介等等的指引 去監管中醫的發展 我方今日看得更加長遠 中醫是一本深人的專業 我方今日看中的 除了是市民的選擇權 還有中醫的醫教育長長發展 醫教育是三個指 有方同學沒有留意到 現在中醫的發展受到的困難 是因為現時中醫的資源不足 中醫界只能夠去跑數求生 根據我們見到香港前市中醫療 秘書長陳文康都跟我們說 現在的十八家醫教育中心 以一次成的部款 這些部款都未必直接用在科研上面 當中醫診所才能夠跑數求生的時候 作為一個醫療水平 在亞洲屬於停尖的城市的時候 香港絕對是有責任有條件 認真地去發展這個中醫 為了香港市民去提款更加好的醫療選擇 其實辯論來到尾聲 我們香港的醫療到底有什麼願望呢 就是希望病人可以得到適當的醫治 中醫或者是不一百分 但即是西醫都不是一樣 他們是一個和世界顧問不足 我們明白有些人有些病 在中醫療下給西醫好的時候 為何我們還要顧問治療 不容許市民在公營的醫療體系 多一個可能大力希望的選擇 今天反幫我們堅持 多些資源去私人診所 甚至是中醫血 真的保障了病人 還是保障了西醫院 還是保障了政府的紅包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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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方見別大人時間為4分0.5秒 沒有過程度出 最9分 現在先請原來胡先生 就雙方表現給一些提供 大家好 我覺得這場比賽比較好 因為其實雙方都有比較明確的表情 正方就是提高到的表情 會否通過一些給別人選擇的機會 一來可以保障病人 就是強調的教育 而是教育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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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個方面的事實 對於繁方就是能不能夠 回應到社會的需求 我認為它下航會發展 但我聽到主編有這個標準 之後的標準 其實就好像在文靜上 有些很完整地下航 譬如正康,你們很可能要說 對於地點水平的行星可以做到 但你們有解釋一下 因為它現在是考數的 很多時間就來醫院 所以會令很多研究的時間少了 但其實現在中心要研究些甚麼 它的研究方法又是怎樣呢 例如說它涉及後的敏感、痛症 會否在這方面 現在還有一些問題 需要進入它的發展 那種發展方式是怎樣呢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對於法國的力量很重要 因為我們很強調 希望中醫被西醫主導他們的那種 即是他們的那個體系分發 或者希望不被西醫主導他們的那種 在研究它的發展方法之前 很難會研究他們所說的行為 因為如果用完新衣的標準 你都涉及兩種疹斷方法 涉及兩種藥的成效的話 到這個時候你們就比較需要 要求正安全的 即是你一方面說不會有問題 但另一方面 如果你用完新衣的標準的時候 那為何又不會有新衣 而是遇及中醫的情況出現呢 然後再補充你們剛才所說的那些 不成熟的問題 因為你有那個不成熟 就是有不同的標準 即是這個中醫 類同一個病症有這個疹斷 第二個有第二疹疹 第三個疹疹 第三個疹疹 很多疹疹 很多疹疹 那會不會是他們那個發展的方向 那種統一標準 那種統一的方法 第一 跟西醫兩者是沒有分別的 如果跟西醫是沒有分別的 那就是剛才說的 如果跟西醫是很不同的 那是什麼呢 即是不跟那些統一的方法 即是完全會有這些實驗的方法 還是要跟中醫那些方法做 那是怎樣 因為我其實對於正方說的 其實是比較模糊的 但是因為這樣 反方很困難 我覺得他們好像大家都確認了這個 那就可以發展到那個研發 所以我只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可能沒有這些 即是未必是每一樣東西 都是在這個場上大家討論過 有些部分是可以加入 就是覺得可能可以討論到一些的方法 那又一樣東西就是 但是反方很強調那個不成熟 中醫的不成熟的地方 不過我覺得正方 我聽起來很… 即甚至在質詢的環節裡 好像我說過 其實是有些不成熟 我忘記了你們的立場 沒有什麼確認 究竟你們覺得它是成熟還是不成熟 還是你們的意思是 在某些方面非常成熟 在另一些方面 在急症或者其他方面 可能未必一定會成熟 或者未必所有東西都不成熟 那可能你們處理這個問題上 如果將個白分子細一點 就會比較好 明朗一點 也都跟你們的處線 好像比較符合一點 就是有些很成熟的 例如那些血打 即肚靜 那些敏感那些 那你就問回它 如果不成熟 為什麼會覺得好 就是可能有這個問題 第二就是他們說 很多個不同的門牌 其實這個問題很純致的 就是有不同的門牌 有很多種 例如陳族 我忘記了那個時代 有很多種 那不同的門牌 是否每一種 就算有不同 他們的療拋是怎樣 即是有不同的門牌 不同的醫治方法 最後病人的病情 是很大波幅的 另外是有不同的門牌 但最後醫治的結果 是都插入狂 因為這個 我有不同的看法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我是否真的 醫療個部門 即是核心問題 當然如果對於法康 我們說你們真的有 有些安全證據 就說 是不同的門牌 比如不同的收拾 竟然出現 很大的診治上的成效 都不同 有一個醫師 就是百分之九十幾得好 另一個 也有百分之十 但是百分之十幾 我覺得自己是有些效的 所以有些診斥 分別不下 很難處理 我覺得如果你在一個療效上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證據 那個可能就會有一點 而比起 純粹說 大家有否不怕自己 是否會保證 而對於正方來說 我認為就是 那個問題是 有否門牌 不重要 最重要是 就算 甚至 那個療效 有分別 都 我會認為都比較關鍵 就是譬如我七種門牌 有七個不同的療效 一個是九成八成七成六成這樣 但如果西醫一個五成 我七種全部都給你休成 用哪一種都比你的時候 那 那 有什麼問題呢 我不喜歡有什麼問題 這些事情 所以我會理解那個問題 渣男同學 在這裏 那 Mol鮮 那 或者是 我覺得 鬼金門牌 讓大家 先ognon 我 特地獲勝,雙方的印象或感想 首先,雙方的準備是印象的 因為大家在比賽中都有準備這條面牌 其實有很多資料,我都沒有找到,但大家都看到 有些例子,沒有想過可以用,但大家都說得到 所以都算不出來 另外,正方今天出的方案,正方那條主線 我覺得是挺新的,未必會想到 也不是有很大的問題,甚至我覺得挺有心思 可以回到一些反方的質疑 而實際上,我覺得有某些反方不太適應到正方的主線 因為它其實就是,反方很多的想法 就是建基於中西醫 也會有一個中西醫 除了中醫的標準馬之外 還有中西醫方面的分別等等 而它們其實是承認了分別的 承認了分別的 所以是有一些東西,西醫好一點的 你就選西醫 但有些東西真的喜歡好一點的 我就分部門 兩邊不一定需要合作的 這一方面呢,在反方的反方 其實比較是重合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方面 正方的主線樓的設計上面 是有一個挺不錯的地方可以用到 另外一個的感想想跟大家講 正方例如,大家都有一些例子 如果雙方的例子可以多說一些 例如正方用的十層的例子 我覺得都相當之好 例如說,得而且實層的話 你很多時候都只能夠用一些外用的藥膏 可能塗一個藥膏 但是很難斷尾 但反而在中西醫方面 你用調味身體的方法 反而又真的可能是 斷尾的機會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方面的例子是用得好 但是我稍然就是 如果在濕疹的例子再玩多一點 就是建基於什麼 例如說,大家藥底 大家藥底在行李上面的不同 而導致到有些病西醫 是真的會相對比較弱的 因為它只是有濕疹 就搞定濕疹病徵就算了 但是病根其實他都不知道 或是研究不了 但是中醫就知道病根是怎樣 所以你用中藥是可以解決到的 如果可以再詳細說一點 會比較好一點 反方方面 其實有一些例子 例如你要說 歐西醫有很多不同的門派 其實是OK的 這個例子 這些例子是OK的 如果可以再詳細一點 例如你有說了一點 但真的只有一兩句 說到 有什麼派 他們中間 例如對某些病症 如何導致大家的診斷 例如診斷的方法會很不同 大家用的中藥會很不同 而那些中藥可能是會 是相撞的 因為中藥有個問題 就是有個問題 在哪裡種? 什麼時候種? 哪個種? 都可以不同的 那些藥效 大家都知道的 這些情況下 就會導致到有不同的門派 而那些門派 有哪些門派 會在香港的適用呢? 在香港背景的適用呢? 其實這些很多事情都有討論的 但我稍微就是 在那個 你提出了一個問題 但沒有例子和中間的內容去支撐 那句的質疑 是會令到那句的攻擊力會減弱了 另外一個感想 我想都要去留意 例如在那個公面的環節 公面的環節 原則上當然是 你不停問 然後不停回答 人家回答完的答案 或者還未回答完的答案 但大家都知道答案是什麼 那你就繼續砌它 所以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但是明白的 你當然想問 問題就越多越好 人家回答得越少越好 但如果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人家開始回答問題 但是你割了 然後你覺得 你就還沒回答問題呢? 而我又想到消息 其實他是想回答什麼 這樣的話 我對問那個人 我就會有一點點質疑 因為現在究竟是因為 你覺得別人沒有回答 還是你怕別人回答問題 會回到你的問題 所以你就減停他的答案 這個是以後比賽 雙方的公面 是要留意的地方 然後也有些位置 我會有些疑問 或者反方 例如反方有些字眼 聽了我覺得有點怪 但正方應該要去追問 例如中醫的技術不成熟 中醫技術不成熟 是哪方面的不成熟呢? 還是因為針灸會針死人 沒有效 還是因為 其實歸咎再問下去 其實又是說那些 大家標準很不同的那些 好像今天四隊 四隊都會提那個 我也忘記做什麼醫生 前線中醫 前線中醫的組織 那個醫生 每隊都提他的命 他也提過 例如一些認證 可能上大陸有某一些進修 可能在香港 是否應該承認呢? 可能未必應該承認 可能他那些進修 其實純粹讓你出進修 讓你很開心 然後你就懶惰 有些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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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能有這些情況 那 然後 所以 這些 但是這些字眼 是否代表中醫的技術不成熟 這個我會很質疑 或者 要一個成熟和安全的中醫 首先 現在的中醫 是否真的很不成熟和很不安全呢? 這個其實是正方可以問的 就是 我現在 如果現在的中醫其實是很不安全 就是不安全和不成熟的 其實就應該給他 然後你覺得 你的方法就是要給他 讓人們快點看多一些 不成熟和不安全的中醫 那我就會 啊? 真的可以這樣嗎? 我就會有一點點疑問 當然 不是說反方還是那一回答的 我反而是覺得就是正方應該要問 反方還是那一回答 但是 你問也不問 人家 準備好的答案都不需要回答 那 就 有一些例子 對 還有 例如委員會方面的爭辯 我覺得又是會 比較少 正方應該想說到 一個 由中醫 由中醫做的 不是由行為 但是就類似現在西醫的 這個委員會 這樣的委員會的組織 但是這方面 第一 中醫就能做到 七大門派 但其實這都爭辯了 其實那七大門派 是否真的 那七大門派 是否真的 沒有事情可以做到一個 妥協的呢? 大家是否真的完全 完全藍言不切 我用北齊黨心 就OK 他說你這個病戶 會死 是否真的藍言不切 這樣呢? 大家可以相對 過療 這個是 我覺得其實這層 可以再多些事情 等等 等等 說太多 在委員會方面 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雙方的討論 都是太少了 希望以上的意見 可以給予大家 大家介紹 很感謝 現在有請最後一位評判 蘇俊鋒先生 那些評判 首先 大家就住中西伊的 竹澤 有些的面 首先就是 正方就認為 只要一個委員會 可以解決到一個 案件 一開始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 你不斷重複 這個 建議會 就可以解決到一個問題 這個 農業 講到這個會議之後 我就不太明白 中間的 是否真的那麼合理 因為 法官又不斷更加去挑戰 那 我在想 其實 為什麼不可以直接認出 它 其實需要它 有一個 因為 你可能認出它 其實就是 中醫的特色 你要找一個 同樣的行為準則 其實你也要找西伊的思維 去想中醫而已 那 所以我覺得 反而你直接 說這些 正正是中醫的特色 正正是中醫的火災之處 的話 那你快點這樣 可能灑走對面的話 那個處理 我不知道會聽一點 那 另外 大家做委員會 也有些討論 譬如建行有一個委員會 這樣 那就是 沒有議程的 那 正方可能可以不認 就是說 所以我們正正要 將它納入這個公益 體系 就是 有這些交通 大家可以做得多些 另外就是 就是 可能我們只建一個 更加具 法律效力的委員會 要將一些東西 立入這個公益 體系 那 我覺得 反而 反而 可能 可以直接說 那 那 只建一個委員會 需要做些東西 放進去公益 那 那 這個就是 這個 準則 如果是一些環環環 另外就是 我不知道 中醫的火災 是否一定跟西醫一樣 因為我的理解 中醫是溫暴很多 那 我又沒有聽過 中醫會醫療癌 那 那 所以 我覺得 這個準則 是否要完全跟西醫一樣 我覺得這些是可以再重新的 那 那 之後就有一個 就是大家有講到一個教練的東西 那 因為我 只要知道我不是很知道 公益的體系 對教練 這方面 是有什麼重要的 那 就是我照理人 我教練 我在大學做 那 所以我平安正方 可以多說一些 究竟 這個公益的體系 對教練的狀態是什麼 那 譬如我知道 有些醫院裡面 即使有些靈 那 大學也會跟這些公益 有些實習 交流 那 但是我期望 更多一些 那 可能反方 所說 只要在大學多些資料 那就可以解決到整個事 那 另外就是 最後 雙方有說 中西醫 中西醫 合格的文牌 那 他很早已經說 中西醫 是不一樣的 所以 就可以 扔到這個公益 要看看 那一開始 我是不太理解 為什麼他們 是不可以分開的 直到他 那後 然後 是有 中西醫 是 逼迫入了他 這個公益 還有可能 所說的 就是 搞天花的 清空素 那我才開始理解 為什麼中西醫 是能夠分開的 那這件事情 我就 在前場 我就是 尋覽了 正方 分開就分開了 那這就是 那 我就是 在不同的交通位置上 各自一些的問題 那就是 大致上 今天比賽的結果 已經在我手上 再由我宣佈賽果 首先是最佳辯論員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 是正方第一副面馬卓麗同學 至於今天的賽果 正方得票為二 反方得票為一 換句話說 今天勝出比賽的是 正方宣佈會陳水智紀念中學 謝謝